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风声也有吧 那么英伟达开发了这个降噪软件呢 不会读 我只知道前面叫NVIDIA RTS 下面那个不知道什么鬼东西 这个东西呢 给各位演示一下 我现在是没有开降噪的 然后呢 现在开降噪啊 降噪100% 拉满了 开了之后呢 我们先试一下键盘声 在那个上面是没有显示的 还有鼠标声 还有这个风声 都没有了 我现在尝试一下 鼠标键盘一起出声 再加上我说话的声音 他会不会把这两个噪音给去掉啊 先试一下啊 这个其实这个功能呢 是非常的强大的 OK 我们现在先键盘 鼠标一起打 然后我现在 键盘鼠标呢 都在这里抄打 这个语音呢 听不听得见呢 非常厉害的这个东西啊 我现在先把这个 这个先关掉啊 再重新再测一遍 我现在已经把降噪关掉了 有吧 有这个声音吧 有鼠标 键盘 还有我说话的声音 是吧 打开就没有了 那么这个软件呢 只有英文 目前只有英文 在外国正在测试 那么这个下载网址呢 我会放在剪辑 视频剪辑下 如果这个下载太慢 或者是网页打不开的 我会另外放一个 这个蓝奏云的网盘 这个下载出来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文件 可能太大了 300多兆 可能需要放百度网盘了 因为蓝奏云 它放不了那么大的文件 然后呢 英文界面 往下拉拉拉拉拉拉 拉到这里 DAM的APP 下载这个APP 然后点一下 它就会解析这个网址 这样连接这个网址 然后就会弹出一个下载页面出来 你点下载就可以了 那么GTX显卡能不能用呢 按道理说 官方是不允许GTX的显卡使用的 但是 已经有人出了这个破解方法 那么在这里就教一教各位 首先你需要一个解压软件 你的解压软件能解压 EXE应用的就可以了 如果没有解压软件的话呢 推荐你去下一个BandyZip 这个百度一搜就有了 如果各位怕病毒的话 我会评论告诉我医生 然后呢 我就把这个BandyZip的官网 放在简介上 那么把这个解压出来之后呢 这个解压之后 文件还挺大的 它这个EXE呢 是300多兆的 解压出来好像有七八百兆了 我们在这个MVAFX 点开 然后这个MVIA啊 打开方式用记事本打开 然后放大 这一行 把这一行就在前面了 就这一行 三行东西 删掉 这里不要留那个空隙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也 请你也把这个空隙删掉 然后右键保存就可以了 把它关掉保存 保存之后呢 在这里双击安装 那么你的GTS显卡就可以用了 那么我并不能保证 所有的GTS显卡都能用 因为这是一个破解 AMD显卡能不能用呢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你脸皮够厚啊 用AMD的显卡 用英伟达的产品 双击它就可以了 不要双击这个 这个呢 RTS呢就双击这个 如果你是GTS的 就双击这个 但是你这里必须要调好 那么安装好之后呢 是一个英文界面 我们怎么去使用它呢 首先 你要知道你用的是哪一个麦克风 如果你用的是这一个麦克风的话呢 我们这个英文呢 叫输入设备 我们点这个 这个是麦克风的输入 这个是打开降噪 打开 打开之后呢 这里呢 是它的降噪 降多少 你把这里降一半的话呢 你的收音效果呢 会变得好那么一点点 但是噪声呢 也会高那么一点点 但是不会太多 然后下面呢 这个呢 是输出降噪 什么叫输出降噪 就是你的队友那个键盘声 鼠标声 风扇声很吵 你就可以把这个开了 那个风扇声 鼠标声都会没掉 但是我不建议你在打游戏的时候 会开这个东西 因为 它也会把你的这个游戏声给屏蔽掉 聊一聊天的那种 就不玩游戏的 就可以把这个开一开 把对面给降了 把对面的噪音给降噪了 软件输出 各位要进入了 如果你在录视频的时候呢 这个这个输入源呢 一定要是RTX的 这个因为RTX的这个 不要选上面那个 你选了上面那个 就等于没有降噪了 选下面那个了 就有降噪的 那么这一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各位收看